国际人怎么玩 买张车票深度旅游 美食老街一次收 那么甚至在换身旗袍 逛逛鹿港老街更有意境 当然小孩都能穿旗袍 大旦鹿港好滋味 谁说美食老街只有台南府城 想要付课经典回忆 大佣灯笼 爱强以及干嘛店 还有最有名的半边景 特别上的图片来一趟鹿港 通通借 其实鹿港有保持很多的 一些红砖墙老屋 所以我们就想到说 你穿着旗袍在路上这样走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 各有各的特色啦 对 就还蛮热闹的 因为又有庙啊 一些古鸡 对 比较好逛一点 鹿港有名的米辣 你以为只能用泡的吗 新吃法 玻璃灾 五颜六层的面茶粉洒在清冰上 宝宝妈妈的儿时记忆传承到新时代 今天就是比较有创意 比较有变化 洒的粉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真的很特别 有精心去设计过 逛类的想叫小黄妈 NoNo 叫台电动三轮车 车夫兼导览 一家人悠游老街下弄 十一住行都能秀到当地特色 鼓励阵望搭上交通票券 多种行程优惠 吸引亲子客群 暑假期间我想亲子旅游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族群 暑假期间晚一天怎么够 路感玩玩来到台中最新的八款主题房型 任你挑 来楼饭店房卡就是熊大兔兔来到房间门外 门上一样有熊大 进到房间来 满满的熊大兔兔来迎接 除此之外 在限定的亲子套房里还有合适区 沙利帐篷让你体验录影乐趣 美间房十四平大 七月才开放入住 就连摩天轮也彩绘成LINE主题车厢 沙利 刘娜 陪你俯瞰台中美景 乐园还赴度假区 很受家长青睐 这个地方就可以待在三天 今天就是outlay 摩天轮 还可以看电影 明天再去探索肉园玩 还有水上 亲子游怎么能少了DIY 来到农场看看这一串串的葡萄 果农研究如何延长采收期 在暑假期间开放大小朋友 动动手采葡萄 起码要120天 才好让客人进来待 真的好热 但总是要体验一下农家乐吧 不说还以为来到法国的葡萄园 孩子亲手制作葡萄酿 等到长大再来开箱特别有意义 亲子出游就点新玩 留下美好回忆 TVB的讯息 曝光和灵力张化台中采访报道